来来来,来这里,来到这屋里,什么故事都有理,与言同话,好玩有趣在这里,欢迎你来这里。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香妈妈,香香妈妈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志工妈妈说故事。 小朋友,你在家会跟妈妈,爸爸顶嘴吗? 会啦,偶尔顶嘴啦。 我想也是哦,其实父母呢,都为了孩子好,因此呢,父母跟你讲的话呢,你要稍微冷静,听下去,好不好?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故事呢,就是固执己见的,不听父母劝告的故事。 我们一起来看吧。 Let's go! 大鱼与小鱼 在群山之间,有一片很大的湖泊,碧蓝的湖水为鱼儿提供了繁衍生息的场所。 湖泊附近,住着一位靠捕鱼为生的鱼人,他每天都会驾着小船到湖里捕鱼,每天鱼人都会捕到很多鱼。 也正因为有鱼人的存在,湖里的鱼儿们都会很小心地游着,生怕被鱼王捕到。 但总有那么些年幼的小鱼,出生牛犊不怕虎,在湖里毫无顾忌地飞快游着。 好想去外面玩耍哦。 你要待在家里,现在不准出去玩。 每次都不准我出去玩。 我真的好想跟朋友出去玩哦。 让我瞧瞧看吧,爸爸有没有睡着。 哇哦,真的睡着了,好机会。 快溜。 走咯,走咯,走咯,去找朋友玩吧。 哈哈,真快乐,外面真的很好玩。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信不信,你肯定游得没我快。 我是这湖里游得最快的鱼。 咦,天上怎么有个大水牛,是不是你吹上去的? 什么?你说我吹牛? 哼,要是不信的话,咱就比一比。 看我是不是游得很快。 我才不跟你比呢,我妈妈说不要游得太快,那样容易撞到鱼网,被渔夫抓住的。 哼,胆小鬼,我告诉你,只要你游得像闪电一样快,鱼网根本抓不住你。 不过,你害怕也是正常的,这湖里也只有我才能游得像闪电一样快。 看我的,冲啊! 够快吧。 你看,天上又有一头大水牛。 你? 哼,今天我非让你见识见识,我游得有多快。 哇哦,不要吹牛呀。 啊,我怎么睡着了? 孩子,孩子,你还在吗? 哎呀,这个小调皮就是不听话,就是喜欢玩。 和你说过现在跑出来很危险,为什么你还跑出来? 知道了,我以后不会再偷跑出来了。 哎,算了,下次不许再这样了。 走,我们去找东西吃吧。 好啊,老爸,我们用闪电一样的速度,快点游,可以吗? 我要让这家伙看看,我游得有多快。 哇哦,这样啊。 不行,我们可不能游得太快。 要是撞到鱼网,可就麻烦了。 嗯嗯,整天说撞到鱼网,撞到鱼网,可我们一次都没撞到。 我都长大了,老爸还用鱼网来吓唬我。 对于父亲的忠告,小鱼根本没听进去。 他趁父亲不注意,又一次飞快地游走。 哎呀,好疼。 这是谁的孩子? 游得那么快,也不看着点。 多亏我有壳保护。 啊,闯祸了,我叫你游慢点就是不听,撞到乌龟爷爷了吧。 乌龟爷爷,对不起。 啊,没关系,孩子,游慢点,别乱跑。 多亏只是撞到了我,要是撞到鱼网,那你的小命可就没有了。 要小心点哦。 哦,老爸,我们也跟着他们一样,游快点吧。 不可以的,你可千万不要到处乱跑,免得被渔夫抓去。 哼,老爸的胆子也太小了,白白长了那么大的个儿。 与此同时,湖中小船上的鱼人又撒下了鱼网。 哼,你们这些鱼真傻。 我每天都撒网,却总能捕到鱼。 难道你们就不知道鱼网能把你们抓住吗? 其实,鱼儿们都知道,鱼网能够捉住自己,但它们总抱着侥幸的心态,认为自己不会被抓到,而钻到往下。 那条小鱼也是如此,哎呀,这是什么?莫非这就是爸爸说的鱼网?看起来一点都不可怕。 看我把他咬烂! 都好了 快逃离了 侥幸逃脱了的小鱼 更加确信自己游得很快 不会被鱼网抓住 于是对于父亲的话 更是听不进去了 鱼网也不过如此 我游得这么快 他根本抓不住我 啊 爸爸来了 你怎么又到处乱跑啊 难道不怕被游父抓走吗 我并没有被抓走啊 而且鱼网也并不危险 只不过有密密麻麻的长线 总跟着我 什么 密密麻麻的长线 孩子啊 你要知道 我的祖先父母 都是被那些线害死的 哼 你就会吓唬我 这时 渔夫又一次洒下了鱼网 小鱼为了证明 鱼网根本抓不住自己 便朝鱼网处飞快地游去 孩子 不要过去 危险 老爸 不过是些线而已 我这就让你看看 他们其实一点都不危险 老爸 你胆子也太小了 孩子快跑啊 危险 没关系 我使劲有 他就抓不到我 大鱼为了救自己的儿子 也奋不顾身地冲了过去 他想把小鱼给拉回来 可已经来不及了 鱼人收网了 小鱼和大鱼一起被鱼网罩住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 孩子 别费力了 我们已经被鱼网网住了 逃不了了 难道我真的被抓住了 老爸 我知道危险了 我以后一定听你的话 再也不乱跑了 小鱼不听父亲的劝告 结果被鱼网抓住了 此事后悔已经太晚了 老爸 我真后悔 自己不听你的劝告 到处乱跑 对不起 是我连累了你 年轻人用豪情闯荡江湖 却常深陷危险而不自知 因而对长者之言 我们要多看 多听 多学习 繁衍生习 比喻后代子孙绵延不断 生生不息 出生之毒不畏虎 刚出生的小牛 不知老虎都可怕 就算面对老虎也不畏惧 可形容为涉足逝世的人 不怕险恶 很有勇气 侥幸 意外成功豁免去灾祸 有幸运的意思 看完了刚才的故事啊 那你觉得那个小鱼很爱玩 对不对 那他挑战自己的速度 那你有没有挑战你什么东西呢 有 你做过什么样的挑战呢 做过说故事的挑战啊 说故事啊 说故事比赛吗 对啊 跟祥祥妈妈比说故事比赛啊 跟我啊 好棒啊 那我再请问你啊 那个大鱼啊 他有告诉小鱼说 什么事告诫他说 不应该做什么事呢 他告诉他 不能靠近鱼网 不能游太快 如果游太快 就会碰上鱼网 被鱼网抓走了 就没命了 小鱼有答应他吗 有 其实上有 可是他没有 他嘴巴虽然说有 可是有没有真的做到 没有 没有真的做到 好 那你觉得大鱼这样告诉小鱼 这种告诫是对的吗 嗯 就算OK啦 OK啊 因为大鱼怕 怕小鱼 像他的祖先一样就死翘翘了 嗯 会被抓走 对不对 嗯 那大鱼这样子告诉他 小鱼 有没有这样子做 没有 他根本就没有听进去 只是随口说说有而已 嗯 在故事里面啊 小鱼最后知道 错了 可是有不救的办法吗 没有 小鱼虽然已经知道错了 但是大鱼跟下鱼都被渔夫抓走了 所以后悔也来不及了 嗯 那你如何面对大人对你的劝告 告诫呢 如果是你的话 要仔细聆听 听大人在说什么 免得自己吃亏 啊 免得自己吃亏 的确哦 哇 我们对于水中的鱼啊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对待它 如果我们是鱼的话 嗯 想想看它们是什么感受 嗯 然后呢 我们要不要爱护它们呢 要爱护它们 你可以喂东西给它们吃 但是千万不要去伤害它们 伤害任何的生命都不要 嗯 的确是这样 我们要让它自由自在 又安全地生活着 对不对 对 很好 香香妈妈 我今天好喜欢这个故事